飞机已经在我们的透镜上飞了100多年了 所以关于飞行的科学 我们应当是了如指掌了对吗 之前我对此神信不疑 并且可能对问出这样的问题会感到有些愚蠢 直到环球科学的一篇文章刷新了我的认知 原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科学家对飞机到底为什么能够飞起来 根本就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解释 所以你能看到的各式各样 大大小小奇奇怪怪的飞机在天上飞来飞去 甚至还能够上去做几趟呢 纯粹是因为运气好咯 这样说也没有什么道理的 因为从严格的数学生面来讲 工程师们知道如何设计出能够在高空中飞行的飞机 但这样的数学公式却无法解释飞机生力产生的原因 也就是说工具我们有了 而且很好用 但就是不知道这个工具怎么就这么好用呢 普通人对此当然没什么意见 只要能够坐上飞机愉快的飞不就行了吗 但科学家就很抓狂了 一个发生了100多年的现象 居然无法解释这不要了他们的老命吗 为此他们提出了 或者说是抓出了两种不同的理论 来试图对生力的产生做出解释 为什么说是抓出来的呢 因为这两个理论一个来自18世纪 另一个则来自更早的17世纪 而飞机是20世纪的东西啊 你说他们是不是被抓出来的呢 好了 现在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经典的理论分别是什么 他们在解释生力方面分别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然后再继续了解一下科学家们在这之后 又提出过哪些新的理论呢 第一个理论也是到目前为止 对生力最流行的解释是伯努力原理了 得名于提出他的瑞士数学家丹尼尔伯努力 这是他在1738年发表的流体力学中提出的原理 简单来说啊 就是流体的压力会随着速度的增加而减小 反之以然 把这个原理落实到飞机上 我们可以看出啊 当剖开飞机的机翼时 它的形状并不是上下对称的 而是会稍稍向上弯曲 这个呢叫做飞机的异形 因为这种弯曲异形的存在啊 是流进机翼上表面的空气 相比起流进机翼下表面的空气速度要更快 科学家认为按照伯努力原理呢 机翼上表面流体的速度增加 会导致那儿的气压降低 于是机翼下表面更大的气压 就把飞机给抬了起来了 这就是向上生力的来源了 尽管海量的实验数据 都已经证实了伯努力原理的正确性 但它的缺陷在于 没有从根本上讲清楚 机翼上方的高速气流 究竟是怎么样产生的 毕竟工程师只需要负责设计出机翼 哪怕是碰运气 正好找到了这样一个形状也没有关系啊 而科学原理则是有义务要进行解释的呀 这就有点尴尬了啊 更尴尬的是 如果真的只是由于机翼上下表面的不同形状 导致的生力的话 那么当飞机反过来飞的时候 岂不生力也会反过来 将飞机更快的转向地面吗 这个时候呢 特级飞行员可就不干了啊 怎么解释呢 而且也有上下对称异形的飞机 被照样飞得好好的吗 于是啊 科学家开始尝试用第二个理论来解释了啊 这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 根据这个定律 当机翼向下推动空气 由质量的空气会产生一个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的向上推力 也就是生力 因此理论认为 机翼是通过推动空气 使飞机产生生力的 这个理论适用于任何形状的翅膀 弯曲的或是平坦的 对称的或是不对称的 同时这个理论也适用于 正常飞行或者反过来飞行的飞机 因此牛顿第三定律 对生力的解释 似乎比伯努力原理要更全面 也能应对更多的情况 哎 这不完美的解决问题了吗 不够完美啊 因为飞行中的飞机 还有一个现象 明显到让科学家无法忽视啊 而且不管是伯努力原理 还是牛顿的第三定律的解释里面 都没有涉及到它 它就是记忆商方谁也说不清楚 是怎么样产生的低压区了 其实啊 伯努力和牛顿在这件事情上呢 都显得有点无辜 毕竟他俩谁也没有想到过 自己的理论 有一天还能够拉出来解释飞机啊 对于他们来说 那可是几个世纪以后的产物啊 所以神秘的低压区 实际上是留给 现代科学家的考试题目 而尝试解答这道题目的科学家 还真的不少啊 其中甚至还包括了爱因斯坦 而且他不止提出了一个解释 还同时设计出了一种 被称之为猫背意的异形 但随后的试飞报告却很不理想 看起来理论物理 比工程设计更加适合爱因斯坦啊 如今飞机设计使用 考虑了真实空气特性的 计算流体力学模拟来实现 已经非常先进了啊 它甚至可以让那些看起来 简直不可思议的庞然大物 轻松的翱翔天际 然而遗憾的是 他们本身并没有对生理 做出物理的定性的解释 所以啊 飞机为什么能够飞起来呢 至今仍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但这并没有影响 我们拥有更大更强的飞机 包括我们中国自己的大飞机 C919 我是火箭术 关注 等科学家知道答案之后呢 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